今天還是這個禮拜幫你們介紹一些偵探的書吧 然後一些簡單的橋樑書 這一套呢是適合大概就是台灣的一年級的學生 然後字沒有很多 然後它是從英文翻譯的 然後它的就是用的 用的那些句子跟詞什麼都還蠻簡單的 然後對小孩子來講念的不吃力 每一本也不長然後後面有英文 它叫做大偵探奈特 它我們唸了第一本 然後基本上可以一口氣把它唸完 然後裡面的字沒有很多 它像是屬於就是連在美國都是屬於那種像Easy Reader吧 就是人家的那種beginning chapter books 然後它這是翻譯的 它是講一個小男生 他自己當個偵探 然後每一本它都有一個任務這樣子 英文的版本叫Nate the Great 後面有英文的 然後它會告訴你 就是比如說這邊的是第十頁的 第十一頁的英文這樣子 好 然後它的我覺得它用詞用句子都還蠻 還蠻還真的很簡單 然後它是有顏色啦 可是畫的你懂 反正就是很精彩 不過我覺得練習念中文的話 還不錯 有幾頁就是字比較多 然後其他幾頁就字比較少 很適合 適合小孩子一年級當橋梁叔來念這樣子 那我念幾頁給大家大概知道一下故事 說我是大偵探Nate 偵探是我的工作 我都一個人辦案 就從我上一個案子開始說吧 我當時啊剛吃完早餐 一頓很棒的早餐 有鬆餅果汁 鬆餅牛奶 更多鬆餅 我喜歡鬆餅 這時候啊電話響了 我希望有人打來 委託我去找消失的鑽石或珍珠或一百萬也好 結果是安妮打來的 安妮住在我家附近 我知道安妮沒有鑽石或珍珠或一百萬可以消失不見 我有一張圖畫不見了 她說你可以幫我找嗎 沒問題 我說 她說 我曾經啊找到消失的氣球 書 拖鞋 小雞 甚至一條失蹤的鯨魚 現在我大偵探Nate 將會找一張消失的圖畫 太好了安妮說 你什麼時候可以過來 我五分鐘之內就會到 我說 你待在園地什麼都不要碰 不要動喔 可是我的腳很癢耶 安妮說 你可以抓癢 我說 我穿上我的偵探裝 拿出我的筆記本和鉛筆 留了一張紙條給媽媽 我每次出門辦案都會留一張紙條告訴媽媽 親愛的媽咪 我會回來的 我穿了雨鞋 大偵探Nate上 我到了安妮家 安妮的頭髮是咖啡色的 眼睛也是咖啡色的 她很愛笑 如果我喜歡女生的話 我就會喜歡安妮這種女生 她正在吃早餐 鬆餅 我喜歡鬆餅 我說 很棒的一頓早餐 告訴我你的話是什麼樣子 我說 嗯 我幫我的狗大白牙畫了一張圖畫 安妮說 我把它放在桌上晾乾 然後它就不見了 這是昨天發生的事 你應該昨天就打給我才對 我說 昨天線索還是熱呼呼的 我討厭冷掉的線索 現在那張畫會跑到哪裡去了呢 我不知道啊 安妮說 所以我才打電話給你啊 你確定你是偵探 當然 我是偵探沒錯 我會找到那張大白牙的圖畫的 我說 先告訴我 那 那間房子裡 有沒有按門或是秘密通道 沒有 安妮說 沒有按門也沒有秘密通道 我說 那個案 那這個案子就不太刺激了 她說 我有一個門會滋滋叫 安妮說 把它修好啊 我說 我們先進她的房間了 先帶我去你的房間 我們去了安妮的房間 房間很大 牆壁是黃色的 床是黃色的 椅子是黃色的 桌子也是黃色的 我大偵探奈特 確定了一件事情 就是安妮喜歡黃色 那不是廢話嗎 我在房間裡搜索 我檢查了桌面 桌子下面 桌子裡面 沒有圖畫 我檢查了床上 床的下面 床的裡面 很舒服的床 我檢查了垃圾桶 我找到了一張小狗的畫 是這張嗎 我問她 不是 安妮說 我畫的大白牙是黃色的 我早該想到才對 那我問你 誰見過你的那張畫呢 我的朋友 羅莎蒙 看過 見過 我弟弟 哈利 見過 還有大白牙 不過大白牙不能算 他是隻狗 然後呢 他就開始在找啦 誰有見過 這樣子 我大概快一點 因為書很長 可能念不完 然後他說 他去見大白牙 到處看看大白牙 然後他說 大白牙 會不會拿呢 他說大白牙平常做什麼呢 他會買骨頭 他說 喔 會不會是大白牙 就是在外面挖洞 然後把你的畫給藏起來 他們就在後院裡 到處挖洞挖洞挖洞 然後都沒有找到畫喔 他說 嗯 挖到一半我累了 我想要吃一點鬆餅 所以他就吃 後來呢 他們去找這個羅莎蒙 他說羅莎蒙的頭髮是黑色的 眼睛是綠色的 全身都是貓毛 然後他又來了 我是大偵探奈特 我說 偵探是我的工作 羅莎蒙說 偵探? 真正的 活生生的偵探嗎? 然後呢 羅莎蒙就說 那你也幫我來找貓 他說 證明說你是偵探 他們就到處找貓啦 突然呢 這個奈特他就坐在沙發上 不小心踩到一隻貓的尾巴 然後就找到了 羅莎蒙就說 哇!你真的是偵探欸 你看 你找到我的貓了 貓覺得很莫名其妙 怎麼被踩到了那個尾巴 然後他說 好啦 羅莎蒙沒有你的 拿你的那個狗狗的話 我們走吧 之後 誒?來找他的弟弟了 哈利 他說弟弟說我在畫畫 然後他說我可以畫你嗎? 奈特以為他要畫他的抽象 後來不是 他原來直接把那個 顏料畫在他的身上 然後當然就不快樂了 後來弄一弄他說 誒!我就來看你的畫 登登登登 然後就看到他 誒!房間他弟弟畫的畫 有畫在牆壁上 手把上 還有畫在圖紙上 後來發現 誒!我找到了 你的畫 你看 全部都說紅色 只有這張是橘色的喔 你畫你的白牙狗的時候 還是 我忘了他的狗 叫什麼名字了 你畫你的狗的時候 是黃色的 因為 哈利 把你的黃色給遮住了 所以變成橘色 紅色加黃色等於橘色 所以呢 哒哒哒哒 你看 本來你畫的是這個 然後你的弟弟 竟然把你的畫給遮住了 變成三頭妖怪 然後他的案子就破啦 破了以後他說 我的大功告成了 小偵探奈特就走了 後面就是一些 就是本來英文的翻譯 每一本都是這樣子 有一個案子 小朋友自己唸的話 半個小時以內可以唸完這樣子 然後大人唸的話 大概15分鐘就唸完了吧 我想大概1500到3000個字 可能不到30002000吧 然後你們剛剛也聽到了 就是還蠻簡單的 那希望小孩子會喜歡 好 今天就這樣